這個地方就會輸出 我們來看一下程式 直接看雲端這個好了 雲端這個我把它做一個Mark 第一個一樣是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計算的程序 我要怎麼樣讓使用者輸入資料 特別注意 我們可以藉由一個叫Input Box的 這個敘述 後面刮弧就是 請輸入存管金額 上面會顯示的那個文字 等它輸入之後的話會給誰 給B1 特別注意 B1的話 你就用Range來代記就可以 這樣會直接 把值丟到Range的B1 OK 接下來的話 我要For I和For J 所以這邊的話 我可以先追或I都可以 如果先追的話 那我就第二欄 到最右邊一欄 特別注意 最右邊一欄怎麼表示 就是直接 游標放在 假設是B3好了 Ctrl向右 Ctrl向右 就會知道它這一欄的位置 這個敘述 如果在VBA裡面怎麼寫 記得是Range B3 點 And 刮弧 前面我們是 XL Down 那請你把它改成什麼 XL ToRight 也就是向右去偵測 那點 之後的話 是 不是 之前是 是抓到哪一欄 那這個地方的話 你把它抓到哪一欄 其實差別就是後面這個地方 就可以動態的知道說 它是 最右邊的那一欄是哪一欄 那一樣的方式的話呢 就是列 從第四列 一直到最下面一列 關鍵就在這裡 我原來的公式在這裡 那我如果說要輸出 把這個公式 轉成 輸出 特別注意 兩個都鎖 請你用這個表示 乘上 有沒有 1 加上 A4 A是鎖單邊對不對 所以 A的話記得 鎖這樣子 那 式列因為將來會改 所以 把它用 I來輸出 那一樣 幾次方 Sales 這個地方是鎖三列 所以後面的話輸入一個3 B的話會改變 所以用追來表示 OK 這樣的話就完成 我們就直接 執行完 執行之後的話 就會是我最後的結果 所以我剛剛 這個地方撰寫的 這個按鈕裡面 按右鍵 指定聚集裡面 其實寫出來就類似像我們剛剛看的 就是這樣 OK 所以大概會需要注意的 比較特別的就是那個 XL ToRight 點Column 那你這個也不用記了 因為以後你只要點 前刮弧有沒有 這個地方 你只要這個地方 點 And 這個其實是會自動產生的 然後 前刮弧 它會上下左右 那以前我們是 XL XL DOWN 這邊有個 XL ToRight 再Back回去 後刮弧 再點一下 它也給你打個 Column CO 有沒有 它也會自動幫你跳出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 不用背 但是 你要記得 它會提示 做習慣 就OK了 那這個地方的話 輸出 最後就完成了 不過 有同學可能會想說 老師 以前你不是教我們一個方法 就是直接 直接把這個公式 丟進去 有沒有 之前我們有寫過就是說 直接把公式丟進來 然後改這個列號 不過 改這個列號是OK 有沒有 AND 這邊放個I 然後前後有沒有 加空白 這個有印象吧 但是 比較麻煩的地方 就是在 列OK 但是藍 這個藍 怎麼辦 你如果把它放追進來的話 那可是追它是數字啊 可是它這邊是什麼 文字啊 就會有問題 OK 所以我就 暫時先教我們剛剛那個方法 因為那個方法就不需要做轉換 但是呢 如果你一定要這個方法來寫 可不可以 當然也是可以啦 我還是有一招 會多寫一行程式 不過 有點麻煩 我想你們還是先 用剛剛這個方法好了 如果 剛剛這個方法OK之後 等一下我們再來討論 如果你強制 一定要用這種方式來把它放進到這裡面 讓它去執行 可不可以 當然也可以啦 這裡我們等一下再來看好了 請各位先試看 那這一段程式嘛 就在雲端上面的這邊 OK 那底下會有函數 就是再把FV 放進來 再來就一個清除 再來就是年跟利率 可以動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 好 謝謝你